但是今天给你介绍一个我的偶像 好 老树老师 老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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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想到我年龄最大 您就是年龄最大 老老师这发型是六根清净了 对吧 但是这个心里感觉呢 很复杂 首先咱们迷他呀 是在这个朋友圈里啊 经常见到这个老树老师的画 是 他的画呢 画得特别那个好玩 对 你想想不想看两幅 好啊 人家看他他他他很有意思 哎 你瞧 不必总是挣钱 可以装作有闲 春风浩荡时候 天天与花缠绵 哎 你看炸暖还寒 老树又在胡思乱想了 对 对 这说明六根一点都不清净了 对 你再看下边 这是什么 最近特别累 是吧 饭后急 上床 上床 睡上后急上床 睡 睡上一大觉 明天呢 有事明天管 有事明天忙 对 这怎么躺着像病床我觉着 哎 这个也挺有意思啊 这喂鸡 哎 你看看这是什么词啊 最近总在痰蒜 马上就要过年 母鸡留着下蛋 公鸡呢 公鸡是什么 在了解铲 公鸡在了解铲 好家伙 把女的都留给自己了啊 你再看这个 误入黄山深处云起断了去路 索性倚着老松看看悬崖瀑布 哎 这是油黄 哎这个画得好我觉得 哎 黄山啊 啊 我跟这个老树老师啊 我是跟他这个神 我也是向往 哎 已久 其实呢 之前看他的画 就是觉得挺好玩 嗯 我真正他对我有所触动啊 是听了他的一个演讲啊 在视频上流传的这个很广 嗯 演讲的标题好像就是 谁牛逼谁傻逼 大概是不是 是不是 比如说 差不多 差不多 就是这意思吧 对 当女士不应该说 没事 就说 哎 我记得就有一次这个 这个老师 也凑我耳边 说过类似的这个话 我们大概是在议论圈里边的一个谁 牛 牛 牛叉哄 啊 他自信满满 嗯 然后这个 我贴了耳边说 说你注意到没有 谁牛叉谁傻叉 哈哈哈哈 哎 这是个什么哲理 这就像王硕说的那个 说成功就是你挣了点钱 让人知道了而已 嗯 嗯 哎 对 对 对 这是一个道理 人家真牛的人 实际上是一个自处的问题 对 就跟你讲的 跟隐私是一个道理 真隐私是自处 如果是 人怎么自处自处 你干嘛要让别人知道 那牛逼就是让别人知道嘛 对不对 嗯 就是炫耀嘛 就是让我别人重复意识到自己存在 把自己夸大 把自己放大 对吧 你这种人 你肯定就是说你心里是不安静的 你这不是自处的一个问题啊 而且呢 表演啊 对 而且文道你看 你你跟这个老树老师 我觉得也有一个相近的地方 嗯 他也是算哲学出哲学出身 我念哲学 念哲学 哎 他的那个演讲里 我我我还有一个印象 就是他在中央财经大学 嗯 他是南开大学学中文出来的 是 对吧 但是这个财经大学呢 这个有个学生就是问他 嗯 就是说哎 要是你能再选择一次 你还读这个中文系吗 嗯 还是感觉现在学生是不是就得读点财经啊 金融啊 对吧 实用的啊 嗯 然后咱们老老师呢 反应比较慢 说是琢磨了一晚上 是不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 琢磨了一晚上 你最后怎么回答的 我说了 再选择我可以选择学哲学嘛 嗯 因为我太迷恋哲学了 嗯 我就说哲学像空气一样 嗯 谁能离开空气活着 看不见摸不着 但谁能离开空气活着 嗯 哎 这么有啊 我有一个感觉就是什么呢 就说这事吧 人啊 你真是不能太较真 你要太较真啊 我就觉得很多问题 你都没有想清楚过 嗯 比方说这个哲学啊 嗯 我现在就老觉得 我们每天花那么多的脑子 琢磨 我该怎么趋利避害 嗯 我该怎么跟他社交 我该怎么干成我这个事业 哎 这哲学为什么很重要 我不是说那个大尾巴狼的话 嗯 我说假如你要有一个科学家的思维 我那天就跟一朋友说 我说如果你不知道世界是怎么回事 那么你如何知道你所有的这些脑筋 都是有效 都是有用 对 比如说啊 假设说哪天上帝告你了 嗯 你看就是一个梦 嗯 就是一个梦 嗯 如果真相是这样 嗯 哎 你说影响不影响到你每一件具体的选择 嗯 如果这是一个梦 那咱瞎忙会什么呢 瞎折腾什么呢 费那么多心思 是 对 是吗 甚至于我那天就是 呃 想 我也是这个人生比较焦虑呢 焦虑到濒临崩溃的边缘哈 我就我一会觉得突然一想 我说 哎 面对着这么大的不知道 这个困惑 我们他们有限的这个生命就几十年 我想 本来应该躺在草坪上 看着这个繁星点点哪怕想不明白 对 是你跟他之间的关系啊 是仰望星空 哪有繁星呢 是仰望星空看到雾 对 对 繁星在哪都不知道 这如果能看见星空的话 不是 就是说 你你明白吗 就是说 几十年过去就没了 嗯 什么都没了 对 你有耽误这个的功夫 哎 你是不是能够有点闲功夫 对 看着他这想一想 我死了之后我去哪啊 这一切到底怎么回事 我觉得是不是 本来应该有些时间是这么过的 对 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干自己想干的事 跟 就是 我觉得就是有有意思的事 自己感兴趣的事 就就用这些事情去打发时间 我觉得是最好的 哎 现在你的学生 都是知道自己想干什么 不知道 哎 你觉得这是不是个问题 我觉得是 就是我觉得年轻的时候 可能都不太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吧 就是都会挺迷茫的 嗯 但是他们也会跟我聊 也会跟我谈 就不知道自己以后可能想干什么 然后我记得以前我有学生跟我说 因为我的学生都是学导演的嘛 嗯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说老师 他说我妈跟我说了 说你以后也不用当什么大导演 嗯 说你就拍点像屌丝男士那样的片子就可以了 嗯 对 嗯 然后呢 你会怎么跟他们讲 我会跟他们说就是 就首先你要知道你现在上学的时候应该是干什么的 嗯 就是你 你现在首先你是来交学费来的 嗯 如果你不好好上课的话 你就钱就白交了 你自己要算出来 你平均一节课大概得花多少钱 嗯 对 我说所以你要先上好课 我说反正你现在也要上学 你又不可能退学 那你就好好的把你现在该学的东西学好 别一眨眼四年就过去了 因为四年太快了 我对我每个学生都会说 我说你看你们今天大一 我说一眨眼你就要你要你就要那个写毕业论文了 我说你就要参加毕业典礼了 真的特别特别快 我都送走多少多少波了 嗯 是吧 老叔老师肯定有这个 我送走更多 呦 这还送走感觉不太好 像写起来像送中一样的 对 老叔老师也是大学老师 对啊 对啊 你你觉得现在这大学是个什么情况 现在一般人说起来就是中国大学完全失败啊 这个就是可能是在大学之外的人 这么想 我觉得这里边有有些是有道理的 有些更多的是一种比较简单化的理解 你我在我83年大学毕业就到大学了 33年半了 一直是过来 当然它会有差异 比方80年代 90年代 2000之后 确实还是有点差异的 80年代那个时候嘛 大家觉得好像比较理想啊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别的可能 全民上下都写小说写诗 老太太都是女诗人是吧 别人都这样 所以很多人很怀念80年代很理想主义 很纯净啊 但我不那么想啊 现在会都想下去 80年代太简陋了 还是太简陋了 资讯太有限了 一本书是吧 那一下子发行几百万 沙特的一本著作书 发行几百万册 这么大的 其实很荒谬 很荒谬的 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人家都捧读 沙特的 存在于 时间 对啊 不开玩笑吗 但是到了后来呢 就是说慢慢的 特别是90年以后 慢慢的这也比较比较 实用一点 但是这个是次要的 这个是整个社会的问题 你不能说是大学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说 体制上越来越严格 那对这个大学的教育 规定越来越多 但是我的经验是 包括我自己也这么做 包括我身边的很多老师 也都这么做 特别是在大学 干了很多年之后 他真有大学理想 资格也在实践 也在摸索 也在研究 他在包括参照 像民国啊 国外啊 这种大学教育的一些经验 最对于要命的 我感受到这种变化 就是这种体制的 对这个大学的 这种教育的限定太大了 但是 比如说 你说有什么限定 对 你觉得 一般别的 就是这种 很简单一个道理 就是从我身边发生的 你比如说 你这个大学老师 必须是博士毕业 你才能够进入大学 是吧 但是博士这个东西 是怎么着 你比方说你 你学艺术 只有学到史论的时候 你才能够读博士 是吧 学史 学理论 你才能够有博士学位 那好 我如果必须进博士 因为我进了权力和史论 我现在是比方 只长设计系 设计系是操作的 是好的 是培养好的手艺人 好的设计人才 你老师是一个 必须能动手能力 想象能力 非常强的一个人 不是点卖嘴的 不是口条主义者 嘴里老从者 那是真的上手干 所以硕士层面 是最好的 不允许进 你不是很开玩笑吗 像我们那年说要进 这个规定是怎么来的 这莫名其妙对吧 像我们那年说要进一个 要剪辑的老师 然后就必须要满足三个条件 一个是他的大学本科 必须是211大学 然后一个是他必须是博士 然后与此同时 他还要就你 教剪辑的嘛 你肯定还要对这个领域 你是要熟悉的 但你要找到这样 对这样三项在一起的 这个人就太难找了 好莱坞顶级的剪辑师 都请不进来 你看不是211大学 还不是博士 学力不够 学力不够 但是你比如说 就跟平直称一样嘛 你要说每一个标准 那有些人说 那你就改人质了 那这大学校长 当年北大校长蔡延培 说这个中学没毕业的 你有学问 请你再当老师 可是你要这样 今天你在中国大学 这么整一整 那就可能更多的腐败 就来了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看 很多别的国家 他们遇到这种情况 会怎么做 我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像新闻传播 这种行业 在别的国家 很多时候 它的比如说研究生 负责教研究生的老师 可能没有什么 博士学位 硕士学位 因为这种行业 跟你比如说 你教哲学 教历史不一样 它要培训的 不是一种学术研究能力 是一个实战操作的能力 所以他们有时候 这种学院 它要求的那个制度 不是一刀切的 不能说整个国家 整个大学 每个系 每个研究院 都用同一个标准 招老师 比如说你要教新闻 他可能就会请一些 很有名的老记者 老编辑 那你比如说 很有名的一些 国外的教传播的院 像哥伦比亚大学 它的新闻传播学院 里面很多老师 就是一些老编辑 老记者 老主播 就这种人 对不对 那这种人 才能手把手 教你出去做采访 你怎么样 一个老师光看书 我怎么教一个记者 说你遇到 那种难缠的那个老头 你也问他 咱们去参访他 对 怎么说 我都配上你们学校 就问吧 那那太可以了 你们有美女班吗 我主要配啊 女主播 没问题 我说就收下美女了 我是 当然就必须老师 我是比较关心学生 就是好像我听见 很多人这几年都在说 说现在这个大学生啊 说是太功利啊 太实用啊 这个上了大学 就开始琢磨着创业啊 甚至跟老师什么 搞关系啊 是不是精神上 已经下降到这个程度了呢 你觉得 这个东西 不能 特别简单的来 来理解它 因为你比方说 学生那种 自食其力啊 中国早期的学生啊 包括国外的 一些学生 特别是学这种 就是学和术 对分开讲啊 刚才 杨先生讲的 杨先生讲的是 关于学的那块 人文学科 比如说做研究的 就这一块 术的层面 就操作的层面 在这种很多专业 他有些 有很多孩子 就跟你说 一个是花费的 就是费用比较大 一个是家 很多家境是很不好的 特别是 你看一般家境不太好的孩子 特别喜欢选一个实用的专业 尽早的能够 一个是能找到工作 一个尽早的能挣钱 先解决自己吧 然后将来再帮家里吧 这种期待 它是个连带性的 所以我倒不回避 或者说是 我们的学生 我就支持他们 我说希望你们 从二年级以后 就开始应该 做工作室 因为它是学设计的 你做一个作业 它是 每天都要做作业 几乎 做完作业 有些作业 有些设计产品 它完全可以把它产品化 在稍微投一点钱 就可以把它产品化 产品化 你可以把它卖掉 你开个淘宝店 你开个网店 开个微店 是完全可以卖掉的 你干嘛 做完作业 老师给你打个分 然后就撂撂了 你到了年底就回家了 你竟然挂课了没有 没有挂课 你上学做出作业 第一不是给老师看的 第二个也不是给家长看的 你首先是给自己做的 一个是自己手艺的提升 第二个 你干嘛不顺带手 把它给卖掉 挣了钱呢 这不是好事情吗 对 就像我们学生 拍完作业以后 他们可以去参加一个 什么营展啊 比赛啊 然后自己又获得了肯定 还有荣誉 然后同时可能还能够 给自己带来一个新的机会 比如说谁谁看上你了 说你要不要来拍个片子 这样子 我就说这个学风 什么败坏啊 什么的 跟这些我就是没有关系 那跟什么有关系 我感觉是跟整个的 这种社会的这种 这种整体的败坏有关 你不能讲 就是大学生坏了 怎样怎样的 我们可能想象 大家是跟社会是区隔的 相对干净的一个地方 好像里边长的竹子 跟别的 它都不一个样 不是的 它也是竹子 这块竹子都连着呢 对吧 真的是 我反倒真觉得就是 像文道过去 讲过一个观点 我觉得挺 他那讲的就是 西方大学的那种理想 这大学是人类实验室啊 对吧 大学里面各种异端 都可以自由存在 最开放 因为不定什么时候 人类遇到个外星人入侵了 就可能大学里 蕴藏着一个异端 他有一招 我就特别赞助你这个观点 他的观点 我过去一直说 有时候我曾经跟我们的学校领导说 我说咱们一进校门 现在校门 比如说都是领导当年提的什么词啊 校训什么的 我说应该把这个词改了 他说改什么 改课上怀疑一切 他说那怎么行 我们要相信什么 我要坚信什么 怎么你怀疑一切 我说这话不是我说的 他说谁说 我说恩格斯说的 我说在大学里没有什么问题 是不可以被讨论的 对 人这一生如果能有幸进入大学 你的生命里面有这么一段时光 在大学里把一切问题把它讲好它 解决好它 各种疑问解决好它 你回到社会上 你才是一个人格健全的人 对 你现在各种毛病的人太多了 大学里这种有毛病的人也很多 为什么不允许讨论这个问题 他这个东西他不能释怀啊 是我觉得这很重要 因为你从整个对这个社会来讲 学术研究或大学里面 他训练的是什么 就我们人类未来会走到什么地方 对 我们五年后怎么样 十年后怎么样 几十年之后会怎么样 很多时候那些动力想法 是就是来自学校 可能性 有可能性 但是你现在老去大学讲座呀 你觉得现在这学生们 他们有兴趣跟你谈这些玄虚的 我觉得还是有 而且很有 我觉得不要低估现在年轻人 我跟你说 比如说像我做读书节目 我一天到晚收到最多的来信 你知道是怎么样的信吗 都在问 我现在发现很难选择价值观啊 到底什么叫真理啊 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很奇怪 就都把你当人生导师 给你来一大堆这样的 就很玄乎的问题 那可这些都是学生 可见学生是关心这些问题的 那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 我一天到晚碰到类似的问题 而且不止来自年轻人 甚至中老年人 你想看一个年纪比我大几十岁的人 都来问我人生意义 我这很尴尬 但从这个侧面 我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是为什么这么多人 关心这类问题在我们国家 是否表示我们 整个教育里面 从来没有就这方面 对 做好过 就是说 我不是说别的国家的年轻人 不会关心人生意义 而是对这个问题的困惑 没有那么普遍那么大 就是我常常形容我们的环境 是一个对于意义价值的肯定跟追寻 我们社会没有给到足够的资源 比如说学校 学校我们会教有很多思想教育 教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给你一堆价值观 这个是对的 那个是对的 那这个错的 但是问题是真正的价值观的培养 是要几个方面的 第一个方面就是 你要先懂得问问题 就像老叔老师讲的 要怀疑 你如果不经过一番怀疑 去不断的问 然后那样的性是个盲性 盲性这个东西 它的问题在哪呢 你如果完全盲目狂热的 性一个东西也就罢了 最怕的是什么 就有一天 你从小都相信这个 但你没经过自己的思考批判 然后有一天 你在社会上撞板了 你会忽然之间颠覆一切 然后就虚无 就怀疑 就什么都不再相信 但是如果你小时候 你是知道这个社会 就会有种种 那样这样的问题 然后我自己消化考虑 我觉得这还是对的 那你整个人生 立的很定的 但是你比如说 假如我是你的学生 那我说这个老叔老师 我现在该怎么办 比如说我想留在北京 但是我找不到工作 现在竞争太激烈了 找不到工作 我生存都有困难 那你跟我讲什么价值观 讲什么人生观 我现在的问题 也许是我要不了留在北京 还是我只能回 我家乡我也不想回去了 那我下顿饭在哪 就是这我何以自处呢 你会怎么回答他 我一般都是这样 这么情况我经常 也是经常听到 学生跑到我这了 我们经常聊到 类似这问题 这个应该是步步生意 步步你得自己了断这些事情 你得走一步说一步 严格意义上去说 毕业之后你要找到工作 那好 如何找到一个工作 你要解决这个饭碗问题 对呀 在我画画的 不是经常说一句话 就眼前两碗米饭 你先解决这两碗米饭 眼前两碗米饭 心中一粒飞红啊 还有飞红呢 自由的那个想象的 思想上的情感上的那种自由 那个是比较高端的一种享受 但是你眼前你这口饭 你吃不上你想什么 此时不损 你黄论其他 这个是必须的 对 是啊 那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啊 没有办法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老师教不了的 就比如说每个学生处境不一样 每个人际遇不一样 运气机会都不一样 老师怎么去教你 你该靠打什么工为生 然后做什么生意 做什么进什么行当比较好 但是老师能够教给你 比如说一些基本的思考方法 对对对 一种的价值的 判断价值的态度 这些东西 也许你今天觉得不实际 但是迟早有一天 你还是会碰到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迟早会在你生命中 不晓得什么阶段发生 老师能够给你的是这个 他目前最大的疑问 可能就是要找这份工作 对不对 那好 那你先解释这个问题 我就一直主张 不要 我们刚才谈的是 把前情后后的 不同年龄阶段的 就是人类的面临 所有问题 你怼的一个人 此时此刻 你要让他整体解决 那是不可能的 每个人都一步步的走 步步的 我说步步生意 那先解决眼前的这个疑问 所以我比较贪同的 就是人不要先有一个形 把自己设想成一个什么样子 你这个形 我不是说你是个方的 世界上哪有那么准确的 一个方形的 一个尺寸的东西 你可以把你割下 是不可能的 那好 人家最好要无形 就是我的意思 就跟水一样 流到一个什么形状里 我就随无复形 但是如果说我有两碗米饭的这个饭碗 但这个饭碗不是我喜欢做的事情 那我怎么办呢 那你眼前 你能换个工作吗 对 没有 那就坐着吧 没有更好的选择 肯定要先坐着嘛 所以我跟我学生说 你先解这个饭碗的问题 这都甭废话 是 像我就 我就经常会给学生介绍一些工作 郑老师 连这个都管 连这个都管 我现在有一个感觉 最近经常有人写这个论文题目 就说现在的这个当今年轻人叫空心化 就空心化这种现象 那天我就跟一个年轻人就在聊 我说啊 刚才这个老师讲这个八十年代 那也是一个理想主义的 也不见得就靠谱 但是至少那个年轻人有个特征 我现在老觉得人是不是憋得憋着 就是人憋着 真的 就我就差个 什么意思 那天我想起那个 就是最近去世那个老歌手 叫里安纳德·科恩 里安纳德·科恩 就说这辈子这人就两件事 就是女人和写歌 是吧 但是呢 多好啊 他就是 他就是老树的这个弗洛伊德 谈到的弗洛伊德这些理论 他就是说一找着女朋友 他创作灵感就没了 就宣泄了 你知道憋 憋 我记得原来有个画家叫达利 是吗 也是这样 这达利就是说 我越憋着 我越出东西 对吧 他就是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我跟他讲 我说你看啊 像我们年轻的时候 极度贫乏 有些人 你别说我哥 那个人就是当车间做工人 那应该说 你要照今天大医生来上 这工作都不屑于去做 可是他们真的是知识青年 你知道 是不是因为那个时候太贫乏 我说一直到现在 这个岁数的人 就包括 为什么我说 就是老叔老师 这个地下室里 画点这个小画 是吧 我说我见过太多 我的这个同龄的人 包括我自己 一个爱好 就能支撑我的生命 就是说 我不会觉得没灵魂呢 我只会觉得忙着没空啊 像咱们上次找那丁学良老师 老教授 就是说 他听古典音乐 他说我每天晚上 听古典音乐 听着我有时候就流下泪来 就哭 你看 一遍一遍地听贝多芬 就说明你看 在某些人当中 仅仅一个爱好 就足够支撑起 他可以白天上班 可以白天忍受一切的 这个老板的斥骂 但是他需要回到家 他还有这个 你说今天孩子 应该说爱好更多了 但是我说 那既然你能提出这个问题 觉得空虚迷茫 时间不知道怎么打发 那我就说 这说明你的爱好不够强烈啊 就是因为你像老叔老师 他这一个爱好 我觉得就能支撑他的生命 对吧 这个话原来就是爱好 对 这个问题你也没有分析过 为什么现在似乎爱好更多了 但是他会觉得 不足以支撑他的这个灵魂 我觉得可能还是 有的学生可能过得太安逸了 是吧 就是条件太好了 就是也没什么愁事 然后就得给自己 要找一点愁事 那这个愁事 就是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你比如说 就是如果他有一个 特别强烈的目标 比如说 我没有钱吃饭了 我要去挣一个钱 我要去吃个饭 或者说今天这个作业 我必须去写完 必须去拍完这个片子 我就有事干了 他就不空虚了 我觉得是这样 现在的事 还是闲的 都是实用的事 感觉要做点什么 他是能挣到钱 他是能带来工作 按说都这么实在了 可是实际上 另一方面 他似乎又最多的一个词 叫迷茫 就茫茫然 我觉得挺 真的 他们要这么说 肯定又在说 我们并不了解 今天年轻人 这是反正有可能的 但是我老觉得就是说 比如说你要闻到爱看书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 你哪怕说 咱找不到好工作 但有两碗米饭 能吃饱饭 对吧 能吃饱饭 那只要有书 我今天晚上就能过 过得还很开心 但是这种东西 现在是不是 对人没有这么大的滋养作用了 这个是 你看从我个人的经验 就是年轻人 你说我们不了解他 因为可能岁数差距太大了 但我们了解我们自己年轻时候 对 所以说我们自己年轻时候 你要说现在的孩子空心话 我不太听这种话 其实我们想想我们年轻时候 也是在这种稀里糊涂的 你搞不清楚要干什么 今天很兴奋 那个时候第一 你可能是欲望 你知道的可能性太少 你不知道世界那么大 是吧 现在你从咨询的角度来讲 人家世界太大了 可能性太多了 可选择的余点也太大了 过去你就知道那一点 有那一点你就满足了 在那一点里边 还只有你能够享受到 那了得 你看在家里 就是分一个东西 一个西瓜要切成几块 给你一块大一点 给它小一点 无非如此 你现在这种东西 已经不是什么很稀缺的资源了 所以你现在 你说就是大家茫然空心 我们年轻时候 其实也这样 我记得 我包括刚刚大学的毕业 然后一到本营养 那梦了 焦虑瞎焦虑 每天你觉得好像是 你不焦虑写的 自己不深刻 是吧 头发留起来 像艺术家一样 跟真的似的 你现在自己想都可笑 年龄过来了 你会真觉得 今天那个书 世上一样 跟现在年轻人 没什么区别 我以为老的大学 一查上老见学生 其实你发现一样 我们也没好哪去 其实可能都是 大家会在年轻的时候 有这样的一个必经阶段 其实你走到了一定的岁数 真的也就知道该自己 该干什么的了 当然到老了 也想不明白的人 也是大有人在的 我觉得 对 这个我觉得后面这个 才是我们今天最大的问题 就是年轻人迷茫是应该的 就年轻人对人生 有疑问是必然的 我们都这样 中和比较严重的问题是 连老人都迷茫 这个比较常见 这个让我觉得挺惊讶 没错 现在我是觉得 好像包括老人 包括这个父母 你看好像都觉得 活得那么不安生 就是不能踏实下来 你看有的孩子 就是说这个过年一回家 他说不想回家的原因 是我父母吵架吵了几十年了 我们小时候也这样 就是还是为什么 咱们这个社会里的这个人呢 似乎都是有点像热锅上的蚂蚁 岁数大的好多人啊 人格真是很不健全的很多 也可能我们过去的这种 整个社会过来 一直过来 大家都已经 都有点神道道的 都有点不大正常了 我觉得 到了岁数一大了之后 包括我们最近的学校 发生一些事 我觉得特别奇怪 大学教授 甚至学校领导 说是 说是动动就说 血腻明信 我都觉得非常奇怪 都这样了 这个年代 他们还写 堂堂大学教授 靠血腻明信 你堂堂堂堂的 你有什么问题 不能反应吗 可是你知道 有的时候 可能真的是 你直接说是没有用的 你想如果他要直接说有效的 为什么要写匿名信 但是我觉得这个匿名 这个就非常的 我的感觉 就是很下作的事情 我是很难接受 说是写匿名信 我匿名告你 匿名怎么的 匿名揭发 匿名揭发 当然有个理由 说怕被谁打击爆火 但是很多高校都 但很奇怪 一个领导给一个群众 给上级领导 他举报一个群众 这不存在 谁打击 你还打击报复 只能说你打击报复我 对不对 出现这种情况 这可能就是又想 把这事说出来 然后还怕承担责任 我还听说的是 大学生举报老师 真的有 真的有 你在课堂上 放什么大放厥词 有学生就有可能 真是我经常被 现在好一些 我碰到过 但是很少 我基本上是直接站起来 就说你不能说那个东西 你比方说我去台湾 我说台湾怎样 他说你应该说 我们台湾 怎么怎么的 我怎么怎么的 反正那个话怎么说 你意思 那是祖国的一部分 你必须要加一个前缀 或者是加一个什么的 我说有毛病吗 对不对 也有些孩子这样 我觉得这个最好玩 我有时候也遇过 学生负责政 对 学生负责 现在很多说 杨老师你不能够说台湾台湾 你要说中国台湾 我说那这样子 那我去上海 我是不是得说中国上海 你如果说那是 祖国不可分割一部分 那我是不是都到了安徽 那是中国安徽 你不能光说安徽 安徽现在分裂吗 所以说你要说 今天人们没有大学生 他没有价值观 其实他也被植入了 很多种东西 这个不叫价值观 不是 就是一种什么东西 这算是一个什么呢 我发现有的这个学生 他实际上在这方面 这个根正苗红 就是他这个思想 比我们还左 就是 这所谓小粉红 对不对 但我觉得 如果他真心相信一套 国家给他的价值观 我觉得不是问题 但是我担心的是什么呢 反而有很多人 我觉得他倒不一定 是信不信这个东西 而是 这有好处 最有名的就是这个东西 或者至少没坏处 对 这个字要面对